嗨,大家好,我是框框 其实呢,本来这次还是想用手写的方式来给大家录这次的作画过程 不过这次因为有画背景,虽然画的不咋的 但是考虑到说的,要说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然后,所以专门去买了一个麦回来录这次的教程 那个什么,奥不住,因为吹空调吹多了 然后现在有点感冒 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 这次画的是模里纱 人体呢,是之前平时的时候摸鱼的时候画好的 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画画人体这种习惯还是蛮好的 像有时候想画画的时候,突然想不出来人体啊 就可以拿拿以前的东西来画,来将就一下 而且,这样摸鱼其实会摸的比平时论真画的要稍微好一点 不过这也是我个人情况啦 自说一选摸底沙呢,是因为奥不住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金发孔 所以选子妈也是这个原因 嗯,话说回来,说子妈会不会被雷劈啊 我家刚刚想雷雷啊 原宿点,原宿点 这次因为画模里纱了,它是人画的比较小 所以奥不住画了个画风 之前那个风格缩小一下,眼睛就不见了 太让人伤心了 呃,其实因为奥不住画的是后图嘛 所以那个什么线稿其实不是很重要 随便画画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反正,反正,反正画完了之后全部都要盖掉的 所以这个线稿不用太在意 不过我线稿确实是操得有点过了啊 我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其实吧,奥不住的人体也学的不怎么样 因为奥不住真的宅太久了 宅得人画都不会说了,更别说画人体 要学好画人体 就要多看看人家的写真 多看看小黄片 多上去看看妹子的大腿 学画画就是要有一颗严肃的心 就算看小黄片也要当成人体素材来看 才能学好画画 严肃点 现在奥不住画的这个是背景 其实吧,奥不住本来想画的这个构图 不长这样,它真不长这样 是因为奥不住前不久呢 在微博上看到了那个关于云的画法 然后奥不住想尝试一下 然后就专门把构图改成了这样 我跟你们说啊,下素材呢 你这样下完就要晕一下 不用的话我相信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动它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 画像我们平时画的这些画 碰到画不来的地方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瞎画 因为每次都自己随便瞎画的话 其实效果不怎么样 最好还是说去找一张图片参考一下 不过还是尽量不要找其他画手的 因为这种对形成自己的画风 然后版权等等各方面都不太合适 然后最好的话还是去找一张照片之类的 自己自己试着画一下 而且不要尽量就是完全参考人家的照片 不过奥不住本身有版权解辟了 就是人家的东西都不太想用 然后都是希望自己的东西会比较好 画视频的画那个风景的时候 然后一定要静静深一点 然后远景浅一点 专门用在风景上会有这么一说 然后像如果是人物的话 就可能没这么明显 其实这段画是我在一个国外的 那个绘画视频上偷试来的 不是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不出来这么大道理的话 画人体现在是在上色 嗯 就是简单粗暴的给人物上个色 上一个基本的颜色 然后颜色呢 不要就是不要纯黑或者纯白 就是颜色也不能不要上太纯 上太纯的话 之后的颜色就比较没办法上 然后比较影响色感 不过我个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有自己习惯的方式的话 还是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比较好 什么 给人物上色的时候 简单粗暴为佳 反正就是怎么爽 怎么来画画这种事嘛 最主要是让自己画的开心 反正画画 因为奥布主这个画画是业余爱好 所以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审美 画叶子的时候呢 就是找一个笔刷 找一个大一点的笔刷 然后那种叶子型的笔刷刷刷刷刷自己虎良笔就好了 不过奥布主这个是道义 需要把暗度暗度调暗一点 然后复制一层 然后这样叠下去会比较有明暗感 其实平时普通的叶子也可以这么画 现在终于到了抠脸的时段 什么抠脸 现在终于到画给脸部画阴影的时段 然后反而其实不只是脸部 全身都简单粗暴的随便便上个阴影就好了 阴影颜色大概就是看光源 如果是比较亮比较暖的光源的话 然后阴影部分就加点蓝色 如果是 如果是比较暗的 就是说蓝色的那种光源的话 然后阴影部分可以考虑加点橡色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看个人喜好 有些人画红他就不这样 但是也没必要因为这个改变 给人物画肤色的时候 奥布主的习惯是先打点腮红 然后再打点腮红 最后再打点腮红 总之奥布主就是喜欢高原红 你想怎么样了 然后 画阴影的时候要考虑光源 然后各种各样的光源 就是看光源决定阴影的颜色 然后阴影的话 那除了光源之外 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色 比如说白色的东西旁边有个金色的东西 然后白色的东西就要加点黄色进去 然后黄色的东西碰到白色的东西 就要加点灰色进去 这样 反正就是说像这种配色 网上都会有一些叫型的 自己多看看的话 慢慢也是琢磨会的 因为奥布主其实也是严路子 后头也是自己瞎琢磨的 所以可能有偏差 不要太当真 然后 奥布主呢作为一个严肃的金发控 每次画金色头发都画的不一样 这大概也算是我的特色吧 比如说上次画子嘛 那个金发 金发丑的我自己都不想吐槽 然后这次这次画魔理沙 说实话其实成品图 奥布也丑的我自己都不想吐槽 然后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画阴影的话 要先决定你的物 就是 什么先决定 然后 刚开始画人物的时候呢 就是整体的那些阴影啊 这最好一开始就画出来 不过奥布主有时候会走神 然后去画画眼睛啊 扣扣眼睛啊 扣扣嘴巴呀 扣扣鼻子呀 然后 然后就结果结果后面剩下的就不太愿意画了 对了 奥布主画画的意义就是在扣眼睛 然后呢 画白色的这种 其实黑白的这种奥布主不是很擅长 所以 像这个给衣服上色 你们就是看看就好了 不要真的去学 你们可以去学学别人的 因为奥布主画的真的不怎么样 像素格了 对 其实奥布主本来是想把图做大一点的 但是 放大了图之后 赛他就关 他就自动关闭了 你们知道吗 就自动关闭了呀 然后 结果我之前画的那些全都白画了 然后我弄了两次 两次都自动关闭了 然后我就 我就只能将就是像素格了 所以这次眼睛画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 奥布主不太擅长画这种就是在 在 在像素格里面抠眼睛 虽然平时也是这么干 但是这次实在真的太小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画 白色的这些东西 画蝴蝶结什么的 其实奥布主这个蝴蝶结画的 真的不太好 简直丑死了 但是奥布主不太会改 这个蝴蝶结奥布主改了蛮久的 啊 然后但是还是画的奇丑无比 哎怎么这么丑 哎怎么这么丑 别说点别说点 嗯 画头发 画头发的话奥布主 因为头发的头发如果要画细致的话 就要一根一根扣 奥布主嫌麻烦 然后基地淌淌淌就是大笔刷刷过去了 就懒得细化了 然后有时候扣烦了 画到别的地方 结果画完之后就忘记继续扣眼睛了 你看我现在就不 忘记扣头发了 你们看我现在就不扣头发了 马上转去画衣服了 因为扣头发真的好烦啊 然后呢 这次画的摩里莎是那种蓬蓬裙吗 裙子里面有裙称的 大家都知道的 嗯 白色的裙子 他们要把裙子撑起来的话 那裙子肯定是比较厚的 所以裙子要有一点厚度 还话说我怎么画的 画就开始扣脸了 我们还是先讲脸吧 然后 讲脸嘛 之前有人说 奥布主不太擅长画双眼皮 其实 奥布主真的挺不擅长画双眼皮的 单眼皮更不擅长 其实奥布主就是本来就不擅长画眼皮 其实 奥布主执着的只有眼珠子而已 然后嘴巴也是随便画好的 然后鼻子是因为真的不会画才会反复抠 然后画磨点虾的裙子呢 其实 像这种河野边的话 我都是先画 玩那个阴影的那一块 然后再画亮的那一块 因为这样就不会反复吸涩了 奥布主像画这种裙子 其实奥布主画的蛮少的 平时都是画大脸 对 基本上因为奥布主 奥布主画一个人物的执念 只在于眼睛 抠完眼睛 基本上对奥布主来说就没别的事了 总之画画 我画画比较简单粗暴 然后这要我说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画音 然后画裙子被吹起来 因为这个是 其实这个人物是背光的 但是又不完全背光 不知道有没有学摄影的 有没有学摄影的妹子 应该会知道的 就是拍背光人物的时候 一般正面的时候 还会打一个反光板 像现在就是 因为它是正对着胡锅的 所以其实胡锅对它也有 一定的反射作用 然后所以正面也是这样的 好吧 其实别听我瞎扯 我就是正面正面画不来背光了 然后我就正面正面弄亮点了 现在开始抠眼睛 抠眼睛的话大概就是 眼睛的本体色 然后先胡一遍 然后再加上其他颜色 加上一点点其他颜色 画暗部 然后再随便加一点 比较不一样的颜色进去 然后再提亮一下 就会有那种pika pika的感觉 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扯什么 嗯 反正反正 因为我平时 画画比较随便 然后 让身要我自己总结的话 其实我不太会 不太会总结的 这种东西 呃自己画的开心就好了 然后像这种 画眼睛啊 之类的 不会画的话 平时可以多看看 真人的照片 然后研究一下人家的眼睛 不要上大街上去研究 人家妹子的眼睛 会被当成痴汗的 然后 不过大腿还是可以上这些研究的 然后 他说我抠脸 我现在发现自己抠脸抠得好 然后害得我现在没什么话说 嗯 我们先看看抠脸吧 我待会想到 想到了死我再继续说 那什么 画画像画这种麻花便的时候呢 就是 哎怎么就不画了 像画这种麻花便的时候 我们先随意的 这样画一个大土 然后 把生前 把明暗关系 像这样分出来 反正 我记得麻花便也是有 也是有教程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样 嗯 这些教程都蛮好找的 反正 因为OP主这次麻花便 其实也画的不怎么样 就是发色啊 没没画好 没有那种通透的感觉 画的有点太厚重了 嗯 其实也是OP主这次 因为眼睛 眼睛不符合OP主平时的审美 所以导致OP主一路上都没画对 好话说 回来刚刚那个手那边暂停了一下 是因为OP主不太会画手 然后中间暂停去拍自己的爪子去参考去了 然后拍完回来接着画忘了按开始 结果爪子就现在就已经画好了 不过因为是参考着自己的手画的 画了会有点肥 画了蓬莫群像 里面这些 蓬莫群跟上面的荷叶变差不多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这种我觉得看视频应该就会了 蛮简单的 然后 而且OP主画的也不怎么一样 后来说我一路上次 真的没什么问题吗 嗯 就是合约一边 像这种 其实不太建议用方形笔刷 OP主只是懒得换笔的而已 之后就是这种的话 用原型笔刷会画的比较方便一点 方形笔刷的话会有点脚 然后比较难处理 嗯 比如一边 就是像这种衣服的话 可以多看看那些中世纪的那些衣服的参考 或者看看油画啊 这些都没有保护的 尤其是之后 我这张画也有画蕾丝 然后蕾丝的话也是说 要多看看服装材料 或者中世纪的那些衣服 收集资料蛮重要的 就是 平常上微博的时候 看到什么好涂鸦 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认真研究一下 不要存下来之后 就不去看了 当时看的时候认真研究一下 你存下来不看也好 然后 就算你当时认真看了 然后你没存 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比如说收集资料 不是收集就够了 要看的 虽然奥布组自己也很少看 奥布组都是想到画什么 需要参考才会去找 然后 现在就是开始画这个蕾丝了 蕾丝的话 这次画的是蕾丝 上次画的是白蕾丝 因为其实我本来这次也想画白蕾丝的 但是想想啊 画的一样的还是不太 再画一样的好像不太合适 毕竟是 有点偏教程像吧 这种感觉 然后奥布组就改画黑蕾丝 其实这些就是细节 这种细节可以自己加上去 然后增加画面的精致感 精致感 精致感 然后 精 精 精 啊 不说了 不会说了 然后 凡人 嗯 凡人蕾丝这样 蕾丝也蛮 蕾丝 刚刚说错了一句之后 后面的话都不会说的 怎么办 蕾丝的话 像这种 就是其实蛮好画的 有心画的话 耐心磨一磨还是比较好画的 诶 突然发现这里 好像之后没有画那个 袖扣 那个什么 皮带那种 啊 忘了它吧 然后眼睛 因为之前调图的时候 发现太亮了 后面就改按一下 他说 塞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当做 PS用啊 就是很多功能的话 塞就是通过图层也是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什么复制啊 什么 明暗那种 明暗那种 明暗啊那种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跟PS一样用的 主要就是方法 这种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自己稍微研究一下 就会看 就会发现的 爪子的话 这次也是没有录到 我下次的话 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我会专门开一段来专门录这个 如何画爪子 其实UP主的爪子画的也不怎么样 你看UP主还要专门去 开手机相机 然后给自己的爪子拍张照 才能画好 不过就是画不来的东西真的是说 请问自己去找张参考也不要自己瞎琢磨 瞎琢磨没什么好下场的 相信我 然后 然后头发的话 这个 我现在画的有点太艳了 然后 就是太鲜艳了 然后现在看起来有点 怪怪的 因为UP主的话 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特别鲜艳鲜艳的感觉 其实UP主之前的画风是比较鲜艳的 然后 看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然后后来就怒改了 其实UP主真的很烦抠头发的 到现在就是头发抠头发这段这个部分 已经是说想要砸板子了 然后考虑到板子也是 换了好几个了比较烦 然后就老老实实的接着画了 卷发的话 卷发其实真的好麻烦啊 话说为什么金发都是卷发了 我又比较喜欢画金发 然后又比较讨厌画卷发 那卷发啊 够来够去够下挺麻烦的 话说回来我们说一下快捷键吧 快捷键其实是可以在窗口那里改的 然后 就是自己改完之后记一下快捷键就好了 其实普通的那些快捷键 就是跟PS差不多 也不需要去特意去改 然后再说说那个 像调明啊这些都是可以在滤镜那里 滤 滤 滤 不说了 滤镜 滤 滤 滤镜那里改的 调 那些明啊 明啊 饱和度啊 那些都是在滤镜那里 在滤镜那里改的 然后这里就是把饱和度调下来了 然后因为头发之前说太厌了嘛 然后就专门为了调头发整个饱和度调下来了 这里呢说起来这个明暗擦出来的效果是复制了一层涂层之后 然后再调的 哎 画起了我最心爱的南瓜裤 他说 他说回来其实奥夫主个人是很喜欢很喜欢南瓜裤的 真的很喜欢 因为画南瓜裤的时候虽然画的很随意 但是很开心啊 简直就跟抠眼睛一样开心 哦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背光的问题 背光吧 其实奥夫主本身自己也画的不太好 奥夫主连正面的直射光都画不来 不说背光啊 说起背光啊就虐 每次背光都没画好 这次的背光也画的不怎么样 然后 然后 我们再说这个 现在是在画那个 水面 水面的效果 因为奥夫主其实也是第一次画这种 就是尝试说画水面 所以 可能效果不怎么样 然后现在是开PS 就是打开了PS开始液化 因为赛还是没有涂抹功能 可能有 但是奥夫主没长到 顺便 顺便用 顺便用PS调了个色 然后现在是等于说我现在是在补完背景了 其实人物还没画好呢 但是奥夫主的耐心值已经告捷了 然后 然后其实画这些背景啊 因为奥夫主也很小画的 奥夫主是抠脸狂魔 不是画背景狂魔 所以 所以背景的话可能画的有点粗瘦 这里你们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千万别学啊 是跟我学没有好下场的 跟我学背景是没有好下场的 别说给 这个 这个 其实 就是多看看的话 就是画画的时候画不来的地方 找一张图来参考一下的话 会比自己瞎琢磨好很多的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说这种话了 哎不对好像第四次了 顺便说一下 我刚刚 刚刚把那个画草的那些笔刷放出来了 笔刷设置放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花 前面那个字是樱子 樱花 然后那个笔刷就是画花呀 画草呀 会用得上 嗯 这次其实这次视频也差不多了 下次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画 奥小姐 或者画迷叔 对 我男神迷叔 我要我要我要跟他告白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哎话说我这个视频啊 录的有点逗逼啊 其实奥布主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啊 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看我真诚的眼神 再见